要稳定的,硬要说问题的话,就是Insane这边发挥不是特别好在前两周,其他人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特别水阁这边也不用多说了嘛,对吧,也是非常的carry 水阁非常稳,水阁是非常厉害的一名选手,第一场上场之后的表现已经让我们大吃一惊了 然后来到绿洲城这张地图,那么对于CC的话,我是真的非常了解嘛,然后他们的一个打法阵容选择在这场地图上面还是非常多变的 但是说,至于是可以多变,但是至于变不变,这就临场的问题了,变得及不及时 对,黄帽后面会被拿棒子举在后面了 其实水阁上次打金木两个人,我印象他特别深,因为两边发挥都特别好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是大学城 一边,两边拿的一样的呀,跟上一场一模一样,CC这边拿了312,然后 这边拿的是一个在安娜的阵容 是的,哇,仿佛在看上一场回放,两边阵容拿的,而且这个阵容两边都不,这个 这个,TAMC这边拿的不算是个常规阵容,拿了这个卢士奥加上一个安娜 对,这个是要打正面吗,是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可以给加速往前走了 诶,但是,这还不走,他中了一枪了,对,这个肯定要往前走了 直接收掉,直接收掉这个Water紫丁这边 嗯,水哥这边的落位落的不是特别好,在发挥之音阵争之后呢,整体是往后推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对于进攻,哎呦,这个瓶子 那这一波要带你 老安娜,老安娜 啊,这个一个精销瓶就开始了吗 啊,天王又是老安娜,天王又是老安娜,天王当时在嘎尔莱克最厉害的是她的安娜 是的 国内基本上都是安娜出身,包括OW,OW也都是,都是安娜出身 尸盖,尸盖,哇,激素,来了,出现了,要死了 好像小鸡马这边,这么坚挺吗,这,哇,这个雪就没抬上来过,还是抬不上来 500的一个盾又被晕,队要破了,哇,居然是成功的回来了 是的 这短短的10米是走的非常的难,一枪头,两枪 这还没人看到吗,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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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还被炫的一个兰尼哈特 武器到正面读出来,诶,推死,两个,这是什么腿 刘世纪出现了,出现了,世纪支推 这波元气弹嘛,支推,这波,这个,这个场面我很久没见过,世纪支推 就,至少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有看到金浪萍出现有效果 但上一场比赛就没有看到,很尴尬 很难受,看一下这边啊,YB,呃,尸益是换了,沃特也换了 哦,这边有戏,还没有戏,直接爆,哇,机器人这个,这还是大师的水平吗,好像不是了 不过我其实都讲到你啊,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不会差点 对吧,对,这个确实是,对面做的不好 这个,YB这边没有差点 又是一波扣弦操作,我相信他们老板肯定在看,这是扣弦操作 是的,没说这是一波扣弦操作 很气很气,今天晚上没有办法一起打游戏了 好的,那这波,就交了一个技能啊 对,但是下面这一波的话,是有一个寒冰的重力喷勇,还有一个烈地猛击 智能方面,YB是有绝对优势的,激素给出来,主动开团 是的,这个核爆,开个盾,瞬间巴士能量 哇,这边秒死三人,这个圣,谁都没保住 他只保住了自己,这个圣,有点难受 打的没有任何问题,每一波节奏差不多都是,呃,CC这边掌控的 而且这个节奏我很喜欢,因为,就是,如果你拿地推,打地推 你一直掌握着先手,你就是优势,很舒服,非常舒服 而且你带卢孝加安娜,你就不是防守反击的一个阵容 从刚刚这张地图上来看的话,就是,地推打地推的情况来说的话 明显可以感觉得到,我没有看到哪一波团是LB先开了团 所以说,全职北上,就算他们有大招,也是被先手的 我先听到激素的声音,然后再听到西的声音 是的,你被强化了,快去送 是的,而且刚才还带着弩效,这波节奏就拉得非常快 是的 好的,那来到第二张花园 天地狗对阵上一个单T的放狗 诶,这个阵容还是第一次剪,我见过很多单T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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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呃,布里吉他,但是很少这个,放狗带这一套的,来看一下怎么打 嗯,NC这边绕得非常的厚,这波,附近,效果了,怎么样 一换一还不错,继续找人,是的 两边都是少一个奶,怎么说 嗯,在混战当中,找到了,漂亮 混战当中,LIP的机会还是蛮大的,是的 但是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残血 诶,能不能收掉 可以可以可以 那这一波,LIP应该可以站一下 因为在这样的团队当中啊,防扰金的一个作用就不是特别大了 因为他在外面只能在外场给一些伤害 但如果对手一个矩阵或者是罩子拍出来的话,他就很难打到输出 看到这边,呃,阵容方面没有做什么调整,而LIP这边能量来的非常的平均啊 这一波双飞先poke,主动开团 来,直接跳 来,打非常的不错,这一波激活,是的 非常漂亮 这波激活非常的nice 这个天上镜应该是要留了 除非他现在还收掉一个人,收掉一个人可以放 不放,还是不放,你也等 哇,LIP来到这张地图,拿出放狗打得非常的凶啊 嗯,完全不是上一场 带卢销的嘛,带卢销的话,必须要把这个这么扣斩弓的手上 其实跟刚才差不多的 RCT这边的话,因为带了安娜整体的速度这边拉下来了 看一下下一波怎么说 全部拉在左边 他们叫阵容,呃,怎么说呢 感觉Meg还是,哎,直接拔刀水哥 天上镇一 有点硬啊,这个砍不掉吗 天上镇一自己还没死啊,那这波 哇,他这个刀砍KO砍了半天没砍死啊 呃,关键是这个时候 因为有个天上镇一在天上做一个吸 啊,他这个大招 能砍出来 但是对手这个瓶子咋穿 这个瓶子还是非常关键的 他第一刀伤害被瓶子给吸了 是的 好的,成功反场 点位来到61LIB 还剩下三个大招下一波反场 黄智欣这边也是从侧翼 想去看一下对面到底选择从哪边走 布地基塔交出自己的集结号令 整体往前压 还是一样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核爆直接保自己后排 核爆 好像,哎,那个打醒了 那个不该打醒 好像是要自己打醒的 这边寒冰收了KYO 少一个奶 这边布地基塔找了一个King Heart 一个天降正义 没有,没有年到 没有 打残局的话 感觉这边 LIB还是有优势的 双飞还是有优势的呀 这个双飞打一个残局 但是WAT刷掉了一个DVA 而且开了一个阴障 嗯 放狗残局方面 收割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的 你这样跟对面拼就是 拼收割 拼集火 那肯定放狗比你这边的 带双飞的天地狗要强 这波再加上一个阴障 这边双飞是没有任何办法 你看双飞虽然到最后都没死 啊 这天使 真的放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双飞虽然没死 但是这个 因为有阴障嘛 所以没有办法 这波还是成功反场 下一波水哥要有刀了 嗯 KYO这个激素应该还是要给机器人 还是 激素 我觉得给安娜都可以 还真是激素这个 哇这一波 这一波太过硬了吧 就没办法 对面这个阵容 除了 连低霸都没有 除了一个原始能反弹之外 就没有任何技能可以抗弹 是的 而且他激素的 想反死有点难 好歹是把点给踩回来 不过 问题又来了 就是怎么去接对面这一波跳 对面带刀的 是的 这波的话我觉得像机器人 就踩在自己后排中间吧 一直按住左边就可以了 就看到对面原始过来 就按住左边就不动了 来Water 这把刀看一下怎么说 有一个聚合射线 要不要配合一下这把刀 巨光灯照亮他 照亮水哥 这一波直接砍到一个三锤 第二个 第二个砍个技术也还行 对 这边一个麦床炸弹 炸弹个母苏版 量好像是没了 是的 机器人这边原始暴露后手开出来之后 只能稍微蓄一下点 是的 很难打很难 这么学还是蛮难 哇还在追还在追 肯定要追 点踩回来 这就能跑吗 这肯定是跑不掉的 很难了 是的 要去强行摸点 诶 真强了 没人摸到点 是的 其实刚刚这波抗战最好的技能就是 让对面跳 原始暴露原地开 谁过来拍谁 然后把第一波狂攻击技能打 这把刀确实接不了 因为 呃 KYO带的是一个安娜 嗯 因为他其实带强杀塔 在对面这个阵容他也不好 那我觉得木仪会不会好一点 带安娜的话 太容易死 都行 就是你势必 如果你不想给对面一个目标 因为他们的一个局部 非常明显 就跳你一个安娜 对 就非常明显就跳你后排 你真的只能去强 强制他们 而这边我们看到 来到这个花园 来到中心之后呢 这种选择相识两边反过来了 有点想是两边反过来了 雅库摩这边选出了自己的玻璃吉他 打点内 是的 但是一直说的 这样地图 其实黑白河不是特别好打 如果我对面打一个点内的话 哎 两枪 压了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从左一拉过来 这边要抢高台 你看 这个地图的一个黑白河 这个设计角度太被限制了 是的 后点的一个 看对面直接压脸 一枪头 一枪头 但是没有拉满 是的 好的直接被收掉 要化阵容了 对 对面动作现在是非常的快 也是利用到自己的一边双T打得非常的主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我说现在这张地图上绿洲城 黑白河特别难用 就是拿出来几率会比较少 RB10给我感觉整体就是一个字凶 就是一个字凶 对 完全不像第一张地图 对对 好的 这边果然还是换了一个麦克雷 觉得黑白河用不了 而且看到这边法老金的位置已经飞起来了 90度的设计角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 这边飞 这边水哥飞的也是非常聪明 是的 直接跳 直接跳死一个三水 雅克莫射掉一个麦克 还不错 现在一换一 但是后续的温斯顿也掉了 后续不太行 后续不太行 对的 他们这张地图打得让我想到了以前这个长短枪在这张地图上对抗一个双飞 但是他这个长短枪也拉不出去 关键点还是在怎么去接对面这波跳 他们这边这波跳的一个效率稍微有点高 稍微有点高 是的 好的 那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而且LYB一个技能都没交 一直在守 守得非常轻松 嗯 大招将近来来到六个了 已经 要好像是要是来一波洗头 这个地方 这肯定要来了 对 一炮都不要打 绕后 一炮都不要打 找到一个天使 哇 这个天长已经及时的吸到 是的 但是还是造成一波双杀 对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核爆也交了出来 没有太好的效果 哇 那这波真的是终极亏啊 嗯 只交两个大招 而且还有一个是 麦双炸弹很不值钱的 那可能直接最后一波了 最后一波了 这肯定最后一波了 这边技能非常多 这边没有什么太大技能 没有什么技能啊 而对手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双T大招 刚刚在没有大招的时候 AYB的一个机果都能打这么好 其实现在有大招的话 可以说可以说效率更好 而且还有一个反手打的阴炸 是的 因为CC他们这套阵容 其实反场手段 基本上没有 这个不是一道算一个 但是他连这个门都出不了 先踩点根本不管你这个机身 是的 强行过来打后排 交了一个几点甲 对 这边毒掉了一个Meg 点掉了机甲 这波双T全掉 嗯 也没交技能 这波就是感觉过来骗你的技能的 交了一个迷舞神 嗯 迷舞神其实也还好 是的 迷舞神也是一个不太值钱的一个技能 现在就等一波反场了 这波CC交了一个集结 交了一个武士一道 交了一个圣 三个大招反一波场 其实对于AYB来说 还是不需要赚的 是的 又来了 再找人了 这波反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有一个阴障 阴障直接盖 粘 粘到了 粘到了个机甲 是的 但是还没有阵亡 这个KMU还活着 能不能收掉 原始暴怒 喂 这边没人哪要被拍死的 有了 还有钱租了 是的 而且这个点头点的还比较多 这个拍 这个拍 一般来说我看到温斯顿去拍开了大招的 麦克雷哥 菊花一姐 是的 很慌 队友更慌 是的 我是你队友 我们现在都很慌 好的 那这波也是成功守住 下一波 这波交了一个阴障 交了一个原始暴怒 对 水哥下波有一个天降真义 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手段 是的 看一下这边又有个阶甲 要直接开吗 直接开 看一下法老真义的位置 在正面并没有选择 绕后 双T有点扛不住 直接一个核爆 哇 还是炸掉了天使 而且天降真义还收到了一个麦克雷 这样子的话 CC的一个阻力输出点就没有了 是的 那这样有点难受 双T必须得开了 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波 是 输了就没了 防守机这个时候 没人能够解决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好的 这边雅库莫能不能收掉 KYO是已经先手掉了 看这个原始暴怒 这边还在时候终于死了 嗯 在找这边天使 海明这边个人跟得非常的凶啊 是的 但自己也是暴假 内空 后处的话 好像两边人是个五五开 看一下一个集火了 是的 集火布里斯特还在吗 是不是抬起来了吧 是的 哦 G素子 好说啊 又开几个原始暴怒 点被踩回去了 这个时候 露点 要摸点 摸不到了 摸不到了 很可惜 很可惜 所以看出来 这边CC在前期去应对到对面 消耗做一个输出 所以这个阵容打起来是比较慢 不像地推就什么312402直接一波加速就怼断于脸上 对的 打法完全不一样 光大道 这张地图的话 嗯 CC这边应该会拿一个比较偏 比较偏密比较稳的一套体系 地推在扎里亚 或者是这种双T3T都可以 反观 其实水哥在这张地图上拿一个原始还是比较多的 嗯 原始 说不定还拿半葬 是的 这张地图半葬原始其实都还蛮好用的 这个地图现在基本上什么C都能用啊 我感觉 对对对对 双飞双飞也能用对吧 这张地图现在不再去局限于阵容了 而是局限于这个地形啊 对于地形的一个掌控很容易让他们赢得比赛 哦 LYB拿的是一个312 单 insane的一个半葬 防守 而进攻方看下CC 好像是要拿金钟坦吧 现在还不知道要看他们换 哦还是地推 还是地推 地推打地推 而这边是带了安娜 从阵容方面的一个对阵来说的话 是这边稍微有一定的优势 是的 不过这边带的是双G 双G就 看一下怎么发挥了 但是卢是要加残亚塔吗 加死神 哦还是要换 还是要换 啊 这边中更纯粹的 两面 一强之隔 对 好的那其实 除了对这个C位的一个 他们一个状态的一个 我比较担忧啊 还是要看一下林志青的一个状态 因为毕竟你世界没有 已经摸了主角后面来了 这边两个街被收掉 这边正面打得非常的凶 还是一样的 这波绕后 我觉得还不是不绕 所以打正面比较好 正面这边是有人倒在地上 然后我看到一个扎扎是睡在地上 我觉得他这波死神就是没有必要绕后 他打正面就行 因为对面是堵着你门 不让你这个直接进来 一个死神绕后 其实现在死神想绕后秒杀人还比较难 而且对面是卢孝加安娜 也不是什么残暗大家天使 来了 来了 直接忙 不给你 直接撞了这一波 是的不给你多解释 但是这边被 背后沃特给偷了 是的整体看到 YB这边接得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漂亮 嗯 而且这边也有龙了 嗯 压的还是非常重的 还是收到高能的扎里 是的 但是灵痴心一个能量来的是非常快 来到一个80 但是他没有技能配合 反观是YB这边 是有龙 龙应该是会等一下这个戏 看一下 也是看到大概的位置 这个飘飘的安娜也是在侧翼 我有这个波加一个剑 血线压的非常的低 盾的话我们看一下 这个金条瓶砸到三个人 反砸一个 但是并没有砸到 自己一个蓝牙好像要死 因为安娜那个位置是奶不到的 对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边 嗯 水哥的一个布吉塔 打得很酷 真的酷 嗯 而且这节奏跟第一场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可能是 嗯 毕竟是一个新阵容嘛 换了两个人 可能这个 刚上来是没有热水 所以我看他们现在打的 就完全不一样 嗯 打得非常的凶 一条龙 感觉也是会提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来了 这边这一波 关键是二罗这个安娜这个瓶子 先手吸 但是对面有一个龙 哇 这个净凶瓶 这个龙能不能扛住 能不能扛住 就穿死了一个散锤 是的 但是 对面要起一个奇数反应 哈特 也是受到了一个散锤 还撞死一个 有一个扎里 哇 能不能保住 开启一个叠甲 这个死神感觉有点排面 现在 说话很管用 但是你好像冲动一点钱 还好一个安娜奶 听到烈力猛击的声音 对好像烈力猛击是被吹掉了 直接转 哇一个盾 谁都没转死 是的 这个盾给了非常的及时 而且这边LB已经返场了 后续的伤害 又掉了 直接拍 拍倒两个 但是伴奏的输出 这个时候已经是无人能管了 是的好像有点不太行 就难打了 我们看到刚才KYO那个睡已经很关键了 他把Meg的那个Lady猛击已经睡掉了 嗯 提速之后的LB确实是 在跟第一张地图这两个相对 两个队伍反过来了 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突然猛起来了 低腿打低腿也确实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说实话 现在到目前为止 Kingheart这个死神 我觉得没什么作用 又是一条龙 配上一个激素 蓝银哈特 三锤又是先掉 哇打得好凶啊 每波团其实都是一个节奏 是的 加速 就不跟你多说别的 嗯 确实这死神在正面吃到这个盾的伤害 这个盾的挡得确实有点难受 我觉得换个 法老之音的好啊 因为 虽然说对面这个是直接吃你前排这种 但是你这死神对面压上来 你这死神没有输出空间啊 全是盾 能打得非常的快 是的 直接最后一波了 又是烧过来了 但是 有一个吸 看一下能不能补上一个伤害 对面是没有一个阴障的 自己击方 有一个双斧的大刀直接吸 吸到双前排 是的 位置还不错 是的 配合上一个激素蓝银哈特 死神直接受到两人 那 好的 A点开始有了 嗯 就是在加速的时候把A点拿下 真的是非常惊险啊 是的 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前置条件啊 都是这边可以看到CC 他们在这个时候去打了一套技能combo 放了不错 是的 确实也得益于林志青的一个能量来得非常的快 对 没有这个吸的话其实很难打得这么果断 虽然我们看到就是微波团好像先都在输 但是 就是林志青这边扎莉亚的一个能量其实一直不落于下风的 是的 他一直是比较注意自己的一个生存 就是哪怕自己队友死了我要先溜 因为扎莉亚高能扎莉亚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宝贝 给加速 直接拍 但是没有拍到这个状 好像谁都没撞到 嗯 不过我们看到这边反手一个7 死神这波断后还可以 这个龙 直接 对 下龙是没有办法 对 三换四 二换四 好了那这一波两边又是交的技能 要换阵容了 成功守住 要换阵容了 这个位置的话还用死神打啊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 而且 好像还是没有换 还没换吗 我真的觉得死神不是特别好用啊 其实死神可以用正面破盾什么的也是OK的 但是关键点是在于死神手手比较短 他们这个阵容比较适合打拐脚 不适合打长距离的一个对攻 这种拐脚很舒服 给加速冲过去直接吃盾后的人 还没有鬼盾 直接给盾 但是没有撑到一个比较多的能量啊 直接激素扎莉亚 但能量并不高 Water直接被收掉 RYP今天打的最凶的的人 是他们的布里吉他 我真的是看出来了 真的是东头代格 对 这我是看出来 打的最凶的不是兰尼哈特 也不是扎莉亚 而是他们的布里 打冲的比谁都快 是的 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 水哥这边每脖子是带头冲锋 但是队友一定要跟着上台 因为布里吉他这个东西 他要轮人才能 这波先手很硬 这波先手很关键 是的 看到人呢 看到一下这波林慈青是有一个中立朋友 对面有水哥开启一个贴膜 直接先手机又是一个激素的一个梅哈特 但是对面一个阴障能不能保住 这个队抹两个 对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烈地猛机 好的 这个阴障也是没有能保住 这个天二直接被一个推推死 这边是布里吉他 感觉要控制一下 因为可以看到这边 Water的布里吉他全程都打得特别的舒服 而且这边扎莉还没有死 被反手吸 但是有营杖伤害应该是不够的 嗯 这个龙差一点点 又是技术扎莉啊 这边还没那么能拯救世界 哇 这个高度加点一个右键 有机会 小林慈青单挑 那这个是有技术 而且后面的队友马上跟过来一条龙 一条龙还可以 怎么说 这边被静聊 但是小林有一个盾 人面情况的话看一下 RWB要是多一点 哇这技能血量非常的低 林慈青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第二个共 看一下很重要 没资源了 哇直接被收掉1.57米 那好像是不太行了 嗯很可惜 是的 铁拳也出来了 虽然锤掉了一个兰尼哈特 但是后续的应该跟不上了 是的 好的 那车停在了B点1.57米 还是比较可惜的 嗯 整体来看啊 这个小林的能量确实来得很快 但是寒冰这边完全不落下 就是 两位的体骑士的能量来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小林是快一点 但是快一点 寒冰也能保证在同一波里 我也能放出一个 有一点问题 现在看清楚了 就是对面布的机器 为什么活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 因为他是水哥 因为他没人看 哦 全身没人看他 任他一个人在前面 自由自在地晃来晃去 是的 水哥也是 你看这个赛季啊 什么调哥水哥 这种新出来的 鸽子贝 鸽子贝 鸽子贝都贼猛 对 贼厉害 是的 看一下攻守互换 攻守互换 如果是目前这个阵容的话 要被这边的法尔金给吃一波 但是感觉不像 防守防应该是会拿一套非常标准的一个奥莎体系来打 进攻方这边刚刚关键是在A点这边花太多时间了 太多时间了 是的 而且反场以色影这个龙也非常关键 很关键 在刚刚这个拐角这个地方的一波西加龙 是的 虽然迟但是会 但但会到 到了 而且伤害打了很多 主要他把那一波是 右边只有一个莱因哈特 然后他那条龙正好在中间 然后莱因哈特跟左边队友是被分割了 然后导致后面这个 这个 小鸡把的一个血一直是抬不起来 就机器人这边血量一直抬不起来 因为对一边 因为对手那边也是有安娜的 其实在我个人理解这边 我理解的话 如果是打造这种阵容的话 有一个英雄是必须要上 嗯 那个英雄叫迪瓦 不要不要看迪瓦可能只是说给对面扎里亚充能 但是你要想一下迪瓦的一个机动性在这种 两边都是地队的情况之下 他的核爆 他的一个矩阵 会吸到很多关键性伤害 是的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LIB是叫了一个暂停 就是 你说的这个迪瓦不仅对整个战局 然后对于对面 其实扎里亚限制非常非常大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在两边对撞的时候 你可以大胆的去打对撞 有扎里亚有安娜有迪瓦 打对撞的LIB是谁都不怕的 是的 就见到人直接撞去完事 是 后面马上有罩子有矩阵 是的 而且有迪瓦的 如果你这边有迪瓦 对面没有迪瓦 你一个扎里亚吸的非常舒服 想怎么吸怎么吸 但是我们看到 在面对有这个迪瓦的一个情况下 扎里亚只能吸墙 现在基本上只能吸墙 吸墙 他那个迪瓦的矩阵可以吸 吸瓶子 是的 很关键的一个瓶子 然后可以吸重力朋友 甚至于说像那天我们看到 就比较灵动的一个地方 跟吸龙 就是像唐天的那个地方 非常灵动 现在有很多地板 因为 现在谁都知道你要用吸龙 对吧 这个傻子都知道你要用吸龙 这个组合 那有时候经常这个吸 就是重力喷勇有可能吸不到 这个有点难吸 因为现在这个扎里亚都比较有经验 这个重力喷勇比较难吸 一个情况下 很多人都会直接到后排找你这个 这个伴藏 就只要你这个龙 你这个重力喷勇没有吸到我的地方 那我地板一定是到你后排 站在你的这个伴藏脸上 就矩针对着你 所以很难受 因为我们现在看啊 就是说 如果 这个版本里面 刚刚这个这种两边都是多了一个布里吉塔 那么布里吉塔这个英雄 他有一个强势点就是说 在这边近距离的互搏上面的话 是有强势的一个点的 但是你要大家想清楚这一点就是说 我虽然说是对手有布里吉塔 我也有布里吉塔 现在回到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公主护换 是的 而且布里吉塔有一个那个就是 撞 云加 云加拍 那个combo其实也挺无敌的 那个combo 看一下他们第一步跳 哦拿的是存放狗 夹子 是的 还是被收掉了 这 这一桌子 这一桌子 哇少个平黑 对 我还是奶回来了 拉起了一个water 嗯 哇这边的一个mag直接被收掉 不过后续伤害水沟跟的还是非常快的 是的自己也被收掉 cc拿的是这套复古的传统万金油 是的 那双奶 这边裂空的一个输出打了非常的足 是的 点位上面因为双T的一个独在啊 现在谁去猜点 很关键 放了吗 这就放了吗 应该这不能放吧 这放 你们连C点都没有推到 这个A点这样放的话有点难 这个天使能不能集火掉 典里的一个零星站的还是比较稳的 直接返场连到一个盾 这边mag是不是被收掉了 是的 这边返场走过来还是比较稳的 是的 但是水哥马上有刀 直接先手有核爆好像是盾破了 三伤 哇 你来打地推这种核爆就很舒服 很舒服 而且机器人这边刚才是破盾了 我刚才看到了 他破盾了 只要卡到你的一个盲区里面 这个就很难打 是的 我们看到寒冰的一个跟枪也是非常的稳 这样子的话 A点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拿下来了 这边交了一个刀 下面这一波的话 CC这边换了一个扎莉亚出来 而进攻方这边没有换 下面这一波是有一个双斧大招 是的 这边是换地推了 小林拿了一个扎莉亚 对 这样冲的吗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看了起自己了 是的 一般来说这个要么后面有牵线 要么有挂球 要么有盾 然后他什么都没有 是的 孤军会战 像刚刚我想到当时 LIB第一场打的那场比赛 也是水哥也是这么打的 但是是把对面冲的708楼 是的 水哥一个特性就是敢冲敢打 打得非常长 拔刀也不犹豫 有了就拔 好了这一波看一下 这边林志兴非常难受 在等对面跳给盾 给谁盾 给自己才俩盾 碰到能量 但是这个sift没有骗到 这个核爆的一个能量 有点可惜 而且伴藏这边也是 因生倒地 因生还在后续后点 打了非常多的输出 是的 但是这边开的叠甲 是比较肉的 正面 被收掉破盾 这个机器人应该也要没了 这个节奏是要没了 是的 那感觉直接一波了呀 这样掉的话 就一波了 是的 原神还拔了一波刀 直接冲到家里面来砍人 哇 这一波 没有了 好的 好的 我们也是恭喜 VIP非常快速地拿下这张地图 非常快速 是 确实现在这支LV 这个光大道以及这边的一个绿洲城 VIP我就没有看到黑板 是的 所以这边没有拿 没有拿 没有看到黑板盒 反正是伴藏以及其他的元氏 法曹金这个是有看到的 是的 在这张地图上面的话 其实黑板盒的发挥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可以回想 回到上一场比赛当中也是 两边黑板盒尤其是在A点 无论是这边的Mask 还是对面的一个Yag 包括这边的另外一个C位 万里野 对万里野 他们两边都非常亮眼 尤其是在A点这个位置 但其实也有很多队伍打法 是让这个元氏去刷刀 在这个A点 就长短刀 嗯 那看一下水哥这边会不会拿元 因为其实LIB选这样图选了很多 他们基本上前两周选的都是这个沃斯卡 出现了黑板盒 前面说没有黑板盒 现在马上拿那个黑板盒出来 水哥还是拿那个布里吉他 我们看到这个布里吉他这个英雄 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 就这个东西他上线真的不高 而且操作真的很简单 就是想看出这个两个布里吉他 这个选手的一个操作有什么不同 这个其实很难 布里吉他这个最主要是靠意识 就什么时候该回宝 什么时候该上去凶了一波 这个其实很重要 今天给我另外一个感受比较直观的就是他们这边 LIB的Meg 他的温斯顿 在前面两周选的地图里面节奏带的都非常的好 是的 因为放狗阵容吧 这个温斯顿其实是最重要的 其实温斯顿比两个C位狗还要重要 他的一个带动性 两边是一个镜像阵容 看一下怎么说 这边先看一下大概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黑白盒 黑白盒的发挥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EC这边是应该先打了一枪 有一定的能量优势 有一定的能量优势 这边KINGHR还在找自己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要不要选到上二楼 两边还在拉扯 对的 这个阵容两边这个阵容其实都不是很好跳 哎呦 鸡权这边是残血 稍微规避一下 这枪直接偷掉两个漂亮 两枪偷直接带走对面两元 那这样子的话点的应该是可以先拿下来了 是的 没有太多问题啊 这张地图看黑白盒嘛 黑白盒出来先狙掉对面一个 狙掉对面两个就没有了 这枪枪还是非常准 我这张地图的难点是在于B点啊 一点再快我觉得也没有用 其实现在黑白盒强就是 呃 对于就这个版本啊 其实我觉得就12个人你再怎么打对吧 黑白盒他手感好 一下给你铸两个 结果就没了 你就是打了 这种就是可以秒人的英雄一直都比较强 是的 扭转一个战区 对 好的那CTA这波一直打得非常凶 把YB全部压在一个右边 是的 看这边的一个 诶刚说完EZEN是回头收掉了 KHR的一个核爆压到对面后场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人头 没有 没有掉下去 诶但是被晕了 没有坐上去 是的 那感觉这波进攻要暂缓一下 没了没瓦解了 这个核爆如果能够射往旁边再溜一下 从那个台子上面掉下去 可能就有击杀了 因为我刚刚看到后面辅助是在那个位置的 打完这波团之后呢 YB能量现在处于一个优势期 他们这边是手上捏了一二三四 将近五六个大招 将近六个大招 是的 但是怎么说呢 两边都是这个镜像阵容的话 特别是CC进攻 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手段 因为这个黑百合远步 没有什么清场的能力 哦 这边被弹下来了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 不下来吗 还不下来 要开蝶甲了 下来开蝶甲 在二楼的一个动作 这个就很像直波罗托蓝箱的一个阵子 是的 两边都开启一个英雄集结 是的 在混战当中 这边机器人是趁乱是收掉了对面的一个黑百合 而且这个地方 诶 诶 紫禁这个机甲 没关系 还是有一个核爆 是的 但是这个时候战局就会被暂缓下来了 正面也交出了自己的圣 不离是他还活在点内 还活在点内 是的 这边 KH被收掉了 沃特也是被收掉 但感觉进攻方人不够了 应该是只有四个了 收到一个insane 怎么说 输出方面这个时候会非常的疲软 但是我们看来双T依然在做一个击杀 这波 这波没有沟通好 是想去帮忙 但他跳过去已经死了 结果进攻还要守得下来 今天这边应该是想回去 看来他自己血圈也比较健康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JJ还是换了 换了个裂空 但是对面这个时候拿裂空吗 两边都是换了出来的裂空 是的 因为要找对面的后排 想法很简单 都是要去找对面的后排 我觉得拿圆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这个布里基塔的缘故 后排不好找啊 看一下吧 二楼还是要抢夺一下 赶走之后 天上飘飘上了半血 这边看到insane再次从侧翼过来 以他的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找你的后排 是的 这边逼了一个圣 可爱我被收掉 然后亚库梦也被云直接带走 有圣也是为所欲为 撑上脸上来就是一顿一顿枪 是的 因为看一下这个阵容啊 没有刀 没有什么天降之一 没有黑白和这个抽奖 所以这个进场手段还是比较少的 这套这个正面的换血 现在两边作为一个天降阵容 打的就是在点队的一个残局 是的 但是看到insane这边的侧翼又是怪了 但是你想要打残局 你首先得把对面人给收掉 然后才能给对面打残局 所以这个看看cc后面会不会换吧 我觉得这套这套不是特别好打一个地点 好的两边又是开启一个叠甲 非常同步 直接进点 但是计程直接被Water给锤掉了 Water应该是在二楼 这个没有炸弹直接连中亚固摸 收掉两人非常漂亮 对 防守方这边确实也是 因为他这边的一个地理原因 是可以提前落位 然后去找你的破坏的 打这儿的话也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了 而进攻方这边的大招 我们看一下刚刚交了一个叠甲 但是没有起得太好的一个效果 防守方这边的话是 技能有三个 双体大招在的话 至少说明在下一波里面 可以在点内需非常久的时间 是的 还是没有选择换 这一波双斧带大双体带大 五个大招 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 但是wellplay这边马上又一个胜了 嗯 二楼也不抢啊 因为你看到你布地塔在二楼 我不跟你在二楼打 那蝶你得来打 哦还是要绕上去 连这个卫充炸弹 哇这个你看这个血条 这边给他非常的足 是的没什么想法 而且这边 你看一线同样都是在彻翼 他不会就是在正面给你打太多 你看Water又垂掉两人 这个人 嗯 这个荷包也是没有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叠甲也交了出来 叠甲必出对面一个胜 这边交胜 两边都交胜 看一下胜结束之后 两边一个激火能力怎么样 这边Water开启的是一个叠甲 那感觉这波又美了 这种乱战打出来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 WRB这边打得更好一些 哇这个水哥真的 就是不理机塔为什么能就这样玩 每波就上去锤锤就完事 现在对于布鲤锤定位 所以一直都是不是特别明朗 进攻方式换出来一套运营阵容 是的 这个还比刚才那个好一点 对 这个阵容拿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只需要 CC这边注意一点 就是要去注意这边的一个银杏 其他都不用管 一定要注意这个银杏 但全程都在后面找 从光拿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是的 这边从炸弹没有黏到 这波跳也没有跳过来 果然是去找到对面的裂空 是的 银杏因为锤掉不好说 但是这边立马换了一个双飞 你看水哥换阵容换得非常快 韩兵这边也是没有去充太多能量 而这边压攻坡 想要展一下自己的 等一下自己的高能想保存一下 是的 我看水哥看到你换这个地图 我立马换一个双飞来针对你 还要这样子过来冲的吗 这样子过来冲的话 对于他们进攻防守防的阵容 不是特别 安娜死了 不是特别 对 我想的是安娜这边 他说赶过这一炮 刚刚地上 如果没地上的话 其实是无关而反的 因为其实他们被压得太后面了 如果他们压得 这边压攻坡又被收掉 是被弹回来了 是的 但是有大了 这边有一个重力配勇 看一下配合子晶那个网炸怎么说 换出来的一个防晶晶 这个时候也是有了一个大招了 而且这边位置卡了也非常的不错 侧衣绕过来 没有 还是就是卡头上 要来洗头 又绕后 一样的节奏 但是这波子晶 反应非常快 是的 又是接一个蝎 但是自己掉了三个人 还能打还能打 还能打 沃斯卡亚会上他们这个教练隐性 然后发挥都不是很好 就老会猝死 他的裂空 这个裂空今天给我打 感觉就是一个战术性裂空 是的 但他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对 他的特意就一直牵着你 就反你 是的 然后炸弹也是非常准 好的那时间只剩下最后一波 可以换了一个丹奶吗 嗯 这个76 有点没太看懂 保证 如果是有机会进点的话 被在远端给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残血的一个人士 好 又一个核爆 加了一个三水 开启一个圣 好的 没有太大一个悬念 这个核爆放出来 自己应该也做不上机甲 这边 黑豪尔虽然是到insane 但是没了 还在酷不坚持 没有了 好的 没有了 虽然A点是打得非常快 确实在B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LIB的一个打法呀 以及他们的一个应对都非常的不错 是的 确实CC在进攻端 没有找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他们在换了阵容之后 还是觉得不好打 因为这个 那波他们其实强势起来 真的很强势起来 他们有身上有盾 有魔 柴利亚有吸 有这个核爆的时候 他们被堵门了 那波就算给你打赢 对吧 你今年最多只战一个 我还是反常 所以 总体来说 还是LIB这个决策做的比较好 那一波强势其实是把它给度过去 在林抢这边的一个处理上面 确实LIB这边做的非常的不错 是的 再加上这个Water Insane的一个非常亮眼的发挥 是成功守了一个B残 而且一个人没有占到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CC来说的话 压力就非常大了 进攻方这边选择的阵容 就是感觉是要给你打一波的 点内就随一波 你这边只要掉一个人 我这边没掉人 那你就输了 是的 哦 堡垒也换出来了吗 要拿堡垒吗 拿堡垒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不信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MAC拿了一次堡垒 是的 是要学一下是吧 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堡垒 进点之后想怎么打 因为他们 这个防守方在还没有进点之前 就全死完了 嗯要换防老师 也不会 寒冰这个位置应该还在考虑 最多应该可能会拿个低瓦出来 低瓦双机动坦 配上一个布里基塔 加上猎空 算是一个比较适合 现在LIB的一套阵容 是的 防守方 没有他的问题 P百合加上 双机动坦 配上一个布里基塔 我觉得巴云在布里基塔这个位置上 还是要再继续加强 我觉得不是他需要去加强 我只是觉得他打了不凶而已 是的 相比于整体的一个风格来说的话 凶的布里基塔可能会 呃 成功性更强一点 防守了布里基塔的话 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打局盾 他就盾能有限的 但是他的左键是回血是无限的 是的 好的 哦 拿的是个路霸加上文斯的 那就要强吃你一个正面了 嗯 但是卢销加上的一个莫伊拉 这个阵容 这还是一样的嘛 这个阵容的话就是 呃 三个 三个奶 算是三个奶 三个奶 双两T 找到 哇 这一枪非常的准 这种你强行跳过来的话 其实就不是特别好的 证明我们看一下 哎呦漂亮 呃 现在王国之心选择的一个 目标还是非常科学的 哇 巨角三个好像还守得很艰难啊 这一波 毕竟在正面 无霸跟这边的 哇 自己也死 这波不会打输吧 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反场的人马上会到了 哇 两个人单挑 但是好像内空已经反场了 嗯 反场速度会非常的快 哇 这波一点难受啊 这个确实感觉 韩冰拿到这个路霸给 证明太大的压力了 这边 王国一波巨头三个 还是打输了 嗯 是的 其实王国之心 今天选择的一个目标 已经很正确了 就选择对面的奶线 是没有保证让他们把 这个大招给滚起来 是的 所以现在看到这边的 墨尼拉只有70% 如果是刚刚打的是C位的话 或者是T位的话 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有大的 而且可能是双辅都有大的 测移招过来 测移招过来 大招应该是可以守住的 嗯 不过看着MWB这个动作 是感觉下来不要换 基本上能交全部都交 留一个不孝的话 就是感觉要换正 诶 这波是把蝶给守了下来 是的 把蝶甲也开了 看一下要不要回去换 有点 诶想换吗 那要不要转一下 好 要管 一定要换 这肯定要换 麦克雷加法老之鹰 这边KINGHER 还是换了一个黑板盒 来限制一下你的双飞 嗯 等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后续的高台 还是要抢的 抢不行的 这个正面对面的一个 火力非常的猛啊 对面压的比较凶 诶 巨焦鹰不出百 我们看到 这个 王国之鹰在这张地图的手感 非常的好 还不错 是的 又是巨掉两人手住了一波 这个他们进攻端A点 也是靠他巨掉两个人吧 所以才一波 现在整体 对现在整体的话 YB这边限制的目的 就是要去找这个 这个黑板盒 是的 一定要限制一下KINGHER 不然他今天手感 确实有点太好了 不处理掉有点很难打 嗯 在这个距离感觉还是要想台子 以台子为一个圆点 往外面走 直接干掉去扑 效果怎么样 好像没有扑死人 没有扑死 但是后续的叔叔还不知道 点内我们看一下人员情况 哎 这边之前被点掉 一个天降之意 直接收掉两人 一次也点掉一个三水 没了 好像应该是没了 这个荷包可以再坚持一下 在罩子里 有没有人摸 这个荷包在罩子里 好的 好了我们也是恭喜YB 今天打得非常的快 以3比0 战胜了 TeamCC 那么还是 我们先看一下选择66 B组一个情况的话 要看一下LF 应该是 要看一下LF 因为LF这边前面是战胜了 是的 战胜了DMCC 然后他如果跟MSC再打 他们两个结果就是比较关键的 是的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66号公路 这张地图 按照他们今天的一个 就前面三张图给我的一个感觉 要么就是双机动坦 配上玻璃基塔 加上黑百合 要么就是地推配上黑 地推 地推的扎莉亚加上 莱哈特 配上一个布里基塔 反正今天布里基塔肯定上 是的 他们现在 拿布里基塔比较多 这边 水哥连拿这个原式也比较少 比较多的还是拿一个布里基塔 然后配合上一个单C 要么是 呃半葬啊 什么黑百合猎公都可以 哦果然还是这个 但是拿了一个地推 防守方的阵容 其实是我觉得 他可能会在先这边存在的 但是他们就拿出来 打了卢西奥加安娜的话 应该是要打一个主动性的进攻 现在这个662 A点基本上 拿什么阵容都要卡这拐角 就除了拿奥莉莎那套 奥莉莎那套可能 不太好卡 因为不太好及时跳下去 其他阵容都要卡这个拐角 因为这拐角放了的话 这个长指道对于进攻方 比较有优势 它 就是有 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规避 而且可以选择绕后 天空帮拿的是一个 来了 三二一 双击扎上三T 配上一个单奶 是KYO的一个地方 来看一下发挥 这个阵容正面的话 是CC这边比较强 他这边不会露脸的 露脸就是开团了 就不可能露脸 露脸就开团 直接砸一个静导瓶 静导掉两个 但是还好跑得好快 这一波出力还是比较好的 这还追吗 你再追要出事了 觉得有点太深了 是的 有点上头 而且这波还没有蹭到什么能量 这边KYO直接聚焦给你C 然后漂亮 而且这个位置拉不了 先开始打正面 正面的话 因为CC这边是一个三T的原因 强度上面是要比对手 要稍微高一点 但是要等一看一下 这边双击的发挥到底怎么样 而且你说这321容错率比低吧 你这个也没带天使 我好歹还有一个天使 对吧 说不定我这边掉了个人 我还能拉 这边你先手掉一个银身 你拉都拉不了 对的 车子的话以三推的一个速度 来得非常的快 又是一个 这个拉非常的关键 对的 拉是直接把这边的速度强行降下来 但是看到正面还是 水哥这边是收掉了经典的一个贩葬 这边整个被压回的这个拐脚机器人也被收掉 这边KWO也是直接跳的 退了要退了 是的 这一波其实我觉得机器人这个拉已经很关键了 已经打断了他们的一波进攻截 我正想说的话 打对面这个阵容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套天地狗就可以了 敌狗都可以不用拿 就直接拿个双机动弹 配上法老金配个长枪 其实还是蛮好打的 对 因为你只要预估到对面 可能会有的一个打法 就很简单 还是拿了双飞加黑板 这个 这个版本一直很流行的一套阵容 这边还要单吃吗 这边KWO 两个 来两个 对的 弹下去一个 这波及它还在晃 哎 亚控不抬上去两个 有机会 这边一身也没收掉 那这波可以往前推车了 独向还在这边 还在屁 还在屁 一炮 好的 直接带走 那这样打的话 再死就反不了场了 对 这个激素是给了一个布里吉他 哎 这机器人被收掉 好在是可以拉起来 这个地方堵门的话还是很难受的 LYB 反场三个大招 而且有西 杰天杨真义 好的 杰天杨真义 非常的漂亮 收掉双T之后 这个龙系也是没有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嗯 这个核爆炸掉一个insane 那车应该是可以成功到点 好的 这个太大一个问题 花了三分钟 车子继续往前走 车子继续往前走 来到B点之后 我们看到这边换出来了一个黑板核 那现在要看一个黑板核的对局了 关键点是 只要进攻方这边找到防守门黑板核的一个位置 发尔进直接过去压就可以了 寒冰几米肯定是要 但是要去找这个双飞的 但是单一个低瓦其实是不用怕的 这边LYB换了一个黑板核去针对一下 就这样压着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需要就是说打太多的输出 压在这个地方你OK 这边漂亮 哇直接这两个脸炮非常漂亮 只剩下一个产阳塔 开出来的集结号力 这样子的话 漂亮 这边KPO换了一个裂空吗 那还是单奶 车子呢就是一直被卡住的 这边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强行卡车 但是这边马上就过来了 结束就是这个样子 需要断掉对面可能会出现了一个长枪位 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时候阻碍阵 对面的黑板核应该会换位置出来的 这里边吃了 吃了点葡萄之后应该不会有钱 再从这边走吧 给了一个视野 看到对面的站位 Mag这边还是不选择换 因为他有一个列地猛击 寒冰是直接换了 想天降争议 但是这边有个Diva 要找一下时机 不能直接放 这两个后排在里面 看一下也没有什么想法 卡一下视野 回来继续电 漂亮 这边机器人一个人卡了两个 是的 而且正面我们看到虽然列地猛冰是开出来 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机器人开启远水暴露之后整体的往前压 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车边还在卡车 不知道能不能再续一波 应该是不太行的 应该续不了了 我们看到CCC在拿出这个比较适合他们英雄持的一个双飞 配上黑百合 压制对面 LYB压得非常难受 而且这边LYB迟迟迟不换 这个地方如果巴云再机智一点的话 打完这波团大刀一放换个狂鼠出来 是的 对面就比较难受 而且确实C点这个法导之夜不好飞 对 狂鼠加上一个黑板格或者狂鼠加上一个半葬 正面的话两个机动坦 如果不舒服 换个全机动坦 全地推的这种出来 打运仪也是可以打的 是的 而且时间比较多嘛 三分钟 直接一个天降真意也收掉 一个扎利啊 这个莱因哈特也收掉 这一波 呃 放的位置非常好 然后紫荆其实也保了 不然他这个应该是要死的 好了这一波又是打得非常的凶 LYB 反观是LYB现在接不住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CZ拿出最要阵容的时候 在A点也是 他们正面想凶单不知道该凶谁 CZ现在又是 呃 把之前自己的打东西全部都 呃 屏剧掉了不打 你看 你见过谁在这样地图拿过3C吗 是的 这个kyo这一手 呃 裂空是没有太看得懂 好的 局里枪直接收掉 一个黑盒上一个核爆 没有 直接炸死一个 无数百 开启一个圣 这波打出应该就没了 只能蓄点了 原是威方拉走的 要吃了一个250 能不能把他追死啊 没有睡眠的没有叶 必须追死 掉了一个黑板盒 没关系 天使看情况可以拉的 是的 这边机器人70一个能量 现在不能死 电数大招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边拿起个kinher 再组织一波进攻 是的 还是得往前压啊 不然的话节奏就断掉了 是的 不能让他们有喘息这个机会啊 好的 这个扎莉亚这波激活 非常漂亮 哦呦 这个原来血量非常的惨 碰到这种就是别人打凶的 你就必须打的比他害凶 不然的话 你就是全能被被动的打 这个就是跟前面 很像 空中一枪 一丝血 血皮直接收掉 车边寒盛下一个蓝银哈特 又是狙掉一个insane 拍死这边那个wellplay 但是车边好像一直收不了这个蓝银哈特啊 这些感觉不好说呀 车还是有段距离的 一枪 直接带走 但是断奶了 现在车边还剩一个裂空 还能再继续的推断时间 好像不行了 这边双T断了奶之后 血量是太残了 哇 两边打得非常的激烈 但是时间一直在流逝啊 剩下一分钟 这边LYB续点是直接换成了个放狗 只能说出来杀完人之后才有机会嘛 是的 好KYO最后一分钟换了一个产牙塔 打输出了这个时候 是的 而且对面只是单狗过来跳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威胁的 而且小 白云蓝这边是要考虑要去放这个大招了 只要对面原始敢跳敢走 他就敢过去放 还在当心对面绕后一直在砍 还在砍 他只要 但是这样拖感觉就是一波了 哇这边想砍一个发奏 接应该给了一个魔 直接牵匠真意 哇漂亮 这一波Water是 幸好这边那个King Heart给了一个贴甲 不然是要死的 给的很及时 但是正面还是打得不够凶啊 这边对面掉了一个人感觉 有点犹豫 这边在骚扰一个KYO 高能的 激素的莱因哈特 马上要有一个力力猛击要小心 看下这边机箱能扛坐 直接拍 被挡住了 但是这边 这边起点是自己被收掉 盖了一个阴障反打出来 那应该是没了 应该是没有了 应该是没有了 身边人太少了 是的 我觉得C.C.C.在拿出 一换出这个莱因哈特之后 他们打的就会有点有 不是有运 是来到了 他只要把莱因哈特换上来 他的节奏就会比对面慢 是的 比对面慢 然后对面这波快攻 他打的有比较果断 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他只要把速度一提起来 他的机会就会 其实也会比较大的 其实你看C.C.这边如果 你有多久没看到C.C.打放狗了 是的很久 很久没有看到 因为亚库莫这边 应该是很久没摸远了吧 我觉得 嗯 现在就是很久没拿放狗了 其实节奏要是提起来的话 也是可以打的 因为呃我们看无论是T位 还是在这边的辅助位上面 他都是 其实都可以打 现在打的比较少的就是放狗 放狗真的确实打的比较少 对于这种快捷的一个掌控的话 没有这些那么熟练 要去接也不是特别好接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 虽然说 之前一直都说放狗不好用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 呃 每个队都会拿圆 基本上 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 呃 放狗 不好用是从版本来讲的 但是 分队伍 有些队伍你就接不了放狗 对 而且有的队伍他打的是什么 黑白河配上原式打的也是很凶 所以我觉得 因为原式 呃 烈空这个东西 他是必须要绕后 落位 然后跟前排一个集火打后排 那对面拿出不理极大 情况下这个 一个是自己难落位 第二个是容易猝死 那拿圆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 不是那么怕不理极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队 还是会选择 拿一个圆式 对 看下 CZ这边的防守 呃 312 哎 也不好 呃 这种怎么说 这种 3T 反正是 3T 算是两个奶吧 然后3C 还是KYO拿了一个路吧 这个阵容打正面吗 对 这个阵容一般 我们算的是402 就是 就另外两个是拿奶嘛 但是这边又多拿一个C位 所以算是一个单奶 你把他当411吧 好的 411 哦 RYB拿的也是这个321 这个阵容的话还是一样的 两边打法杂 这个地方都是差不多 是的 两边 一边 只不过刚刚这边防守方 RYB带的是一个炉孝 这边没有带炉孝 是的 飞天狙 发现看不到人狙 茫茫一片都是肉 对的 这个地方不能放了 让把团样开起来 要卡了 好的 直接要卡住车 直接让我后这一波 是的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有点脱节了 能不能乃住 乃住啊 拼到一个insane 必须把团样开起来才行 是的 好的 这些人被收掉 但是可以拉起来 问题不大 这枪 他是意识到insane已经复活了 但是这一枪 被拒掉了没办法 好的 一条龙这个压一下车边 奶茶还是可以打的 因为在正面火力还是很足的 好直接拉出来 这个人全在二百五血包里面 直接选到肉后 雅库莫捶掉了一个天使非常关键 但是这个叠甲直接被秒 哇 雪哥开始了 但他没奶能不能收掉 好的 直接收掉 场面上是一个混战啊 所以 人这边还是多一点 对 依然是把点是控制 带到这个管理这个地方 明显就是有一点就是 因为对手 正面的 呃 没有这边的强 打车边的话 因为有个布吉塔 他们这边是 C这边是有一定优势的 是的 呃 这个CC技能还是非常多的 虽然刚才那个叠甲是被秒了 但是这波有五个大招可以守 两边那个天使还是关键 天使真的不能死 放弃抵抗 放弃抵抗 先手放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直接吸吸了三个人 是的 但是没有什么技能可以打一个 诶 有一枪头 哇 炸了一个 对炸了一个 那这波基本上就没了 对 更快没有了 稍微要用一下伤害 走 好的 漂亮啊 带走 那这样守的话 还剩下两分钟 呃 LiB现在选择一个辩证 Will Play是拿了一个查尔塔 嗯 还是加上一下在远端的输出 毕竟对面T比较多 查尔塔的一个减伤还是比较厉害的 换了 换这个 换温斯顿的 嗯 想要跳 跳的话其实也不怕你的 因为这边除了一个 黑白盒 除了一个天使 你可能会一波跳死 但是其他的人都不可能一波跳死 是的 而且天使带有女武神 也是比较难 而且双长枪去跳的话 直接拍先手 这条龙 放的还不错 直接是收掉了一个 呃 乃哈特 哇 机器人这波一点难受了 直接站在这个龙里面 拉起一个长压塔 这边直接被收掉 后续的话 往后退还能再打一波的 但是一旦打这种残局当中的话 对手因为是一个双击动弹 他们在一个转火的上面 会比这边CC要好很多 哎 还好CC这边全溜掉 全身上来退 来打下一波 下一波这边 KYO有一个击飞狗跳比较关键 而LYB这边是没有任何技能 雅库莫叠甲也要好了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哎呦 直接一枪头 其实不应该怕的 他觉得他有那个原始暴怒 但其实没见出来 六十 哦这边快要直接勾死一个WPLAY 少了一个叉塔的话 他们的一个场上的一个硬度 可以大大的 还在绕还在绕 勾天使 哎这个勾 也可惜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在车边的一个作用能力 其实在这边还是蛮强的 哎哈特怎么就走到二楼上面去了 这核爆 有这核爆炸一个water 是的 拘掉了一个centrate 但是 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 后续这边KYO还有一个 哇这还要拍吗 那把它拍走啊 哎呦 漂亮 这波还没让小迪瓦做上机甲呢 感觉 有点难了 有点难了 他这辈狗跳还没交KYO 捏得好死啊 对 准备碰车的时候交吗 换了个语言摸车摸到了 挂着一个球 这个圣没有得保住自己的water 是的 这波圣结束之后就是一波击飞狗跳 击飞狗跳 安排起来 安排上了吗 安排上了 这边的一个魔术吧 也是被收掉好的 那应该是 不太行了 这边掉了三个人了已经 好的 走了一个A惨 是的 好了 我们今天也是 恭喜JC在第四张地图 拿回一分 是的 也是恭喜搬回一程 嗯 确实